做完我們是其實從那個篩選業務來做修改 所以改完之後的話 也許另外還需要做什麼 做房呆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 其實這上面都有 篩選總價 那當然要加上房呆 上禮拜提過啦 我大概想到了房呆就是 至少會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沒填寫資料 對 一個是 什麼 查詢過了但是他又繼續查詢 比如一樣是 100萬到200人又查一次那可能要刪掉 所以大概這邊 房呆一如果你假設了不然就直接拿這個 你大概如果知道的話你就把這一段程式直接拿來做 複製假設我要 防止他沒輸入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一段房呆一 沒有填寫資料 把它 直接做 參考直接把它貼上好了 那當然如果可以最好是重新你再撰寫一遍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直接篩選那個 總價 那如果說我當他輸入完之後 那我要房呆的話 不過這個我從這邊好像加註解 所以 記得把他取消註解 OK 不然的話他這個註解就沒辦法執行 加註解 取消註解 特別重要這個是從那個 上面有工具列 按右鍵 預設是不會出現的 記得按右鍵 編輯 裡面就個 註解 跟取消註解 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有的時候呢你要把程式 不執行的話 你還是盡量不要直接刪掉 因為刪掉之後你可能就找不回來了 所以通常怎麼樣 會把這些程式 前面加註解 那如果你要把它取消的話 直接按這個 取消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 因為除了有X之外 還有Y 所以呢如果 X或Y 其中一個沒輸入的話 那就跳一個Mesh Box Mesh Box告訴他 請務必輸入資料 並且跳一個 Icon 上禮拜有提到Mesh Box 前面會跳一個 圖示 然後呢最後呢 GoToRE 這個GoTo 我們大概可以用 Elite Sub 就直接跳 我剛剛特別講 你可以用GoToRE 不過呢 請你記得 在上面這邊 加上一個標籤 就是這個RE 冒號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 從這邊 跳回到這裡 讓他重新輸入 OK 所以第1個防呆 我們試一下 防呆1 防止 沒有填寫 資料 我看一下 如果按確定 這樣有辦法同學問說 老師我按取消 跟沒填寫 其實是一樣的 取消也是沒填寫 OK 所以 假設我按確定 然後第2個也是按確定 因為他是X或Y 其中一個是空的 那2個都空的也是算 所以按確定 他會怎麼樣 跳回RE 又繼續了 所以這裡答案 你就是直接 輸入一個 假設我重新查一個是 50萬 各時 百千萬 10萬 到100萬 100千萬 10萬 100萬 OK 確定 他幫我查完 那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介於50萬到100萬之間 不過 這個裡面沒東西啊 那沒東西應該要防呆 不過因為我現在還沒防呆 所以他還是會出現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要防呆 怎麼了 如果查詢 又查100萬到200萬之間 還是會錯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篩選應該把它取消掉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就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 再來第2個房呆 這也是上 上禮拜有提告 如何防止 已經 存在那個名稱 產生錯 所以 我把這段程式 因為上禮拜講過了 直接 把它拿來copy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房呆1的下方 那第2個房呆 第2個房呆要做什麼呢 直接去比對一下 名稱是不是 一樣 不過這邊的話呢 名稱可能要什麼 介於 x and Y 所以這個名稱可能要注意 因為我們串接的是 底下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串直接複製 貼到這邊來 做一個比對 OK 如果 他的名稱跟裡面其中的一個名稱 假如一樣的話 那我就把它刪掉 不過刪掉之前記得 要把那個 跳出是否刪除的那個對話視窗關掉 所以呢我這邊把displace 等於false 那最後記得 就不用查 因為只會查到一個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再跑一下 個 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假設再查一次 個 十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又查一次 所以他會刪掉舊的 然後重新再查過一遍 OK 這個因為前面有講過啦 所以我們就 大概略講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那第三個是 如果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 是沒有 像剛剛 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 沒有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 把程式 放在這個 篩選的後面 這邊 當他要篩選結果 並且要複製 之前 這邊要做 另外一個房呆 大概就是說 如果查詢結果的話 那我做什麼 查詢結果 像剛剛這樣 然後把 把這一段 直接放在 這個 查詢結果的這個位置 篩選之後沒有 那再試一下 基本上剛剛那個 五十萬 到一百萬 應該是沒有 有沒有 還是我剛 可能我剛打的數字 再一次喔 這邊如果 假如是 可能數字再縮小一點好了 假設我這個數字是 五萬好了 千萬 到十萬 這個應該是沒有了 還是有 OK 所以這個 五萬 個十 百 千 萬 五萬 到 可能打數字太大 這裡我想 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 你給他一個數字 可能是 比較小的話 基本上他應該會出現 這應該沒有了 查五資料 OK 按確定 他會怎麼樣 再切回來 恢復原來狀態 所以一樣 我們做完總價 還是需要做那個 三個房呆 做完三個房呆之後呢 那請各位 再試試看有關日期篩選 比如說我要查什麼 哪個日期 到哪個日期之間 那這個日期篩選跟 那個數字篩選 還蠻類似的 因為我前面講過 在前面那個入門課程裡面有提到就是 其實 其實一個日期按右鍵 儲存和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為通用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呢 他會變成是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怎麼來的呢 大家有印象嗎 這個整 這個整數 其實 他是跟1900年的 1月1號相比較 之後 相差幾天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數字 那只是因為 我們在以色列裡面 還要知道說 除了 日期之外 還需要 年 月 日 三個訊息 所以他會自動幫我把它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之後的話 會有年 月日的訊息 那假如說呢 你要 針對 日期 做比對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數字來比對 OK 所以基本上 你會發現 如果篩選那個 建黨日期的話 他裡面基本上 城市都一樣 甚至這邊 籃數不一樣 第一籃 大於等於 x 這個一樣 and 小於等於y 這個也一樣 那差別只是在一個地方 就是說呢 介於什麼呢 x與y 特別是 如果你未來 你把那個 建一個新的 工作表裡面 如果你加一個斜線 這個斜 這個斜線的話 那他會怎麼樣呢 他不讓你輸入什麼呢 這個 日期的斜線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 注意到這個 如果你要把這個名稱 裡面假如說 2017斜線 你會發現 這個 連輸入他都不可以輸入 那如果你要輸入那個斜線的話 會發生錯誤 所以 我們 如果遇到這種 日期的問題的話 那通常 我們可以想 我是想一個方法 乾脆把那個斜線 取代成底線 或者甚至把斜線 把它去掉就好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 再把那個 篩選總價的部分 加上 三個 房呆 的機制 這個房呆機制 我想跟 上禮拜講的 是 大致上 是 一樣的 只是差別是 上禮拜是針對文字篩選 的房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針對的是 數字篩選的房呆 因為有兩個條件 所以x跟y 你可能要同時判斷一下 再來的話 試試看用那個 篩選日期 篩選那個 建檔日期部分